小易 来 这件挂起来 都挂了吗 对 不行 这件 领口再改一下 您好 姐姐姐 欢迎光临 你先去招呼客人吧 忙着呢 稀客呀 吃饭没 没呢 我看你这做生意还能减肥呀 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饿了 想吃点什么 要是海鲜披萨还能吃一口 来 看看 现在知道什么就默契了吧 你真是我肚里一条虫 你来一块儿 我就不吃了 我刚吃过 对了 最近Lisa没再来找你麻烦吧 没有 对 我后来还想跟你说呢 其实上回我是在气头上 跟你发完活以后我突然想明白了 那姑娘肯定是喜欢上你了 真的 要不然人家干吗拎着醋瓶子 满世界乱转 还是你招她了 不可能 她不可能 还是你不可能 行 我跟你实话实说 早该招了 说什么呢 说说说 快说 其实这Lisa 什么意思啊 她就没个中文名啊 她有中文名啊 她的中文名叫刘灵灵 到我酒吧开始唱歌的时候呢 自己就给自己改成叫Lisa了 她原先就我那一服务员 你酒吧还挺欧虎藏龙的 我跟你说啊 这刘灵灵啊 我说我能不能就叫她Lisa 叫人别人 Lisa这孩子啊 不是北京人 是自己一个人到北京来闯的 刚到北京那会儿 惨啊 兜里只有两块一毛钱 到我这应聘服务员 你这是跟我说什么呀 可以不给我钱 只要管吃管住就行 我一看这孩子可怜啊 你说别再给孩子逼得走投无路 上街上碰见个坏人 寻个短见什么的 是不是 我就把她给留着了 她呀 就是感激我 她对你可不只是感激那么简单 其实那孩子心眼不坏 人也挺实诚挺仗义的 就是平时那做派 实在是不招人待见 别跟她一般计较 也千万别再生气了 我今儿来呢 主要就因为这件事 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我已经说她了 她以后绝不会再来找你麻烦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是说 我觉得这女孩 很有可能真对你上心了 我跟你说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生她的气了 不过你是没看见 上次她还找我那架势啊 那绝对是 反正不管你知不知道 你同不同意 在她心里你就是她的人 要不她干嘛 对一切女人都厌防死守啊 连我都怀疑 她觉得我跟你怎么着似的 太逗了 这都哪跟哪啊 不过你也是 你都离婚这么多年了 怎么没再找一个啊 你是眼光变高了呢 还是因为上次那离婚闹的 对女人 没有想法只有看法了 这 这事让我怎么说呢 其实吧 我跟之前那位 原本就不是一路人 当时也不知道 自己哪根筋错了 就老是把我们俩 搅到一个锅里去了 后来明白了 我们俩根本做不成一盘菜 好不好吃啊 也就我自己心里明白 对不对 这过日子啊 过不下去 那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就是 厌都厌不下去 要给自己留条活路的时候 我现在啊 给自己留的活路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 这日子呢 虽然过得冷清点 但我这心里啊 过得具明白 你看你说的这一套一套的 跟吃错了药似的 我就不信了 你现在心里 没有一个喜欢的人 你说实话 有没有 瞧你这一套 你别跟我这儿阵阵有词的 你现在这幅影 一看就是一条 掉进秦朗还死赖这样的鱼 你说说 心到底让谁给叼走了 我说你能不能 别在这儿跟我瞎胡闹 多大岁数啊 一点正情都没有 行行行啊 看你这狼狈样 我就先不问了 不过你啊 你别藏着啊 藏太久不行了 适当的时候 再说让我见见 不过也得知道 你到底在哪根树枝上 没开耳朵了 行行行行 真有那天我一定当 来 进去随便看看啊 有打气折的 这生意现在不错呀 是啊 最近生意是挺好的 这么下去很快就能还你钱了 我不着急啊 你不急我急 你最怕欠人钱了 行啊 现在就踏了是吧 你这店经营好了 别的事咱俩多好看 知道 对啊 罗列现在怎么样了 他不是辞职了吗 现在跟他一个高中同学 两人想合伙开一家影楼 他这变化可够大的 你同意了 就留着他吧 只要他开心就好 我就是希望 他早点从医院那事里面走出来 你对罗列真是没得说 他能娶你做老婆 太运气了 黑子啊 其实我现在挺担心罗列的 担心什么呀 我最近 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我跟罗列可能回不到以前了 我们的生活 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我也说不上来 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爸妈 已经这样了 平常 我交往生的朋友也不多 真的 现在除了你 对 连一个能说真心话的朋友都没有了 这样 以后别说这种话 不管出了什么事 不还有我吗 是 对 对 是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